再來我們看體育消息 中華職棒的明星賽票選 那麼現在如火如荼進行當中 恰恰彭正銘有機會連續 十年榮登人氣王寶座 明星賽票選開跑快要兩個星期 人氣最旺的依舊是中信兄弟的恰恰彭正銘 非常有希望連續十年榮登人氣王的寶座 非常感謝這十幾年來球迷對我的肯定 或者對其他球員 對中華職棒任何一個球員的肯定 那我覺得所有球員都會很努力 來回饋他們所知他們的球迷 我相信應該是在我們恰恰精神領袖的帶領之下 把我們的整個球隊的人氣充高 那我相信很多球迷可能在投他的過程中 就順勢的投了我們其他的守備位置 大頭所言不假 人氣榜上前五名就有四名是黃金戰士 項目的大力支持讓黃世豪十分感動 其實沒有去預期這個問題 那只是我是有聽耳聞一些隊友說 要不是你三壘就只有一個人而已 所以熊羽投票就只能投你啊這樣子 或許是這樣衝高票數也有可能 而在一片黃澄澄的兄弟當中 殺出血路的就是藍米哥桃園的大師兄林之勝 他也積極棒正中的優秀小老弟們推票 藍影輪一票然後陳宇勳 每一個球員在球員上都很拚 就是為了要希望你們投的一票 讓他在明星賽可以出三 四隊的球員在場上廝殺比球技拚戰機 場面球迷的支持也是球員的一大動力 想看到自己喜歡的球員在明星賽亮相 到6月22號票選截止前 球迷科得多加把勁兒